GOT TOO MANY MUTUALS CING YOU UP WHEN I HAVE MY DRINK 嗨 我是翹 白T恤的白搭特輯 今天只有白T恤 而且是各式各樣不同的白T恤 夏天就感覺一定要穿白T恤啊 對有些人來說白T恤怎麼大都一樣 它就是一個白色的T恤 但對我來說它可以簽變萬化 白T恤有非常非常多的種類 今天這些全部的白T恤 總共有六件 就是這網站 它專門都是出白T恤 然後是各種各式各樣的男生女生 都可以穿的白T恤 夏天我覺得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需要 你們可以自己去慢慢逛 那當然你要搭的朋友心 然後很有自己的風格的話 我本來就比較多比較特殊的配件 有時候我想搭的感覺 是可能一般人不一定會去想到的 或許你可以參考看看 就這樣 開始 看起來就很像男生穿的那種T恤 有沒有非常大件 它還有FRIEN SIZE啊 其他大部分我都是選素面 然後這件呢 它雖然就也是素面 但它比較特殊的是它有 有線條的剪裁 布料是稍微有厚一點點 然後是有指紋在上面的 一般女生的話就是可以單穿 當洋裝 或是來一些比較特殊的配件 或是不同的衣服穿搭在裡面 來去搭這件 好 這件型就比較像是那種街頭風 可以搭很帥氣的馬丁鞋 就是比較帥性風格的 我身高170mm 裡面再穿一個安全褲 就會覺得OK 那夏天的話呢 當然你隨便穿一個拖鞋出門就OK 或是白布鞋穿出去 很簡單 不用多想的 就是大家都會搭著 就是比如說白布鞋 然後隨便背一個包包的那種感覺 或是後背包啊 最簡單有時候就是最難看的 這衣服就是穿一穿 覺得這材質真的還蠻不錯的 你會想要有一種版型 但你不一定找得到 但這裡我覺得應該 逛一逛你會看到你想要的版型 反正這專門就是買白T恤 我就覺得還不錯 那搭小短褲的衣衣 其實我個人覺得很大 所以我覺得搭其他不同的東西 這兩年其實它還蠻多透式的創搭 就是把透式的東西 加到外面加在裡面都可以 都是透的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圖案在上面 今年呢會看到很多 比如說大腿10到15公分左右的褲子 或者是比較合身的 稍微有點透感的褲子 這樣的長度 現在就是一個流行趨勢的感覺 像這樣子 這個長度的 OK好 就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無論你鞋子搭黑色 白色 或者是有根的 其實會有不同的個性感出現 比如說 經典也會很多的有沒有 透明果凍鞋 這樣搭起來 就是一種尾瘦 讓你裡面看起來更瘦的那種感覺 時尚的方範感 裡面有圖案嘛 就是也可以搭的 這樣子 那它就是鞋的包包 或者是腰包 搭護鞋就是很明顯的修行感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就還蠻適合搭個 棒球帽的感覺 這種寬大的T恤 其實那個搭配性就很高 稍微有點厚度 但不會熱它會透氣的那種 但基本上它是男生的啦 他們就是男女生都可以穿 這個版型是好的 你如果裡面穿那種 合身緊身的長褲 那當然就是 也是一種耐看 不會出錯的一種穿法 第二件 其實跟第一件 的型還蠻像的 只是它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剪裁 的寬鬆T恤 落肩的感覺 會修飾你的肩膀 女生穿就是感覺 就可以很像洋裝 男生穿感覺不知道欸 我老公不是那麼適合 穿白色T恤 因為它肚子現在真的很大 但是可以去看模特兒穿 女生穿就有一種 你知道嗎 五分六分秀的感覺 男生可能就是這樣嗎 素白T的感覺 然後它如果臨口 可以再大一點 會更矮 瘦的女生是 可能可以硬拉一下 有點硬拉的感覺 如果你這樣單穿 它是會透的喔 裡面內衣內褲 就是要穿比較淺色的 單穿的話 當然就是你沒有穿內打褲 像這樣子 比較沒有這麼大設計感 可以讓你做一些 比較多變化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 比較用膽穿的感覺 然後會在一些配件上面 做搭配 有一些比較有特色的襪子去搭 比如說有裸空的 然後上面有一些裝飾品的 這些 就如果你想要搭個 比較有名模感的 雜質風的那種感覺 就會配上一些 比較特殊的配件 這樣子 名模雜質風 就會配一些 比較特殊的配件 那就是去看個人 但是我覺得就是還蠻有個性的 果凍鞋就還蠻適合 用那種襪子去做電影襪 然後 你如果想要一些 比較特別的感覺 當然就是配一些 特殊的單品在身上 就是找一個 很明顯的 我要告訴大家 我很有個性 拿一些比較特別的配件單品 拿一些比較特別的配件單品 就是配這種比較個性感覺 如果就是你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單品 在這種時候 盡量拿出來搭配 這時候會看起來很特別 對嗎 T恤就是搭這種比較特別的東西 夏天還有不能忘得當就是 太陽眼鏡 明明就是穿T恤 然後還硬要搭出很高調的感覺 就像怎樣 對嗎 是如果你選一些比較有特色 然後 白色襪子當然也是可以 就大家都會想到的 那我就是搭一些 不一定大家會想嘗試 但或許可以參考的感覺 我的 火動不鞋 收到的時候超爽的 反正隨性搭一下 就是用襪子去玩一些 穿搭的那種感覺 蠻亮眼 也是還蠻好看 然後有自己的個性在 再來呢 這件就是 喔 臨口大了喔 這種臨口大的 就是一直以來 都是我喜歡的選擇 因為它可以變化的 其實是更多 袖口跟臨口的地方 是做那種 護車邊設計的那種感覺 不收邊 但是它其實 有車起來的 不會讓你就是 整個往下覺得太誇張 很舒服 休閒 生活的那種感覺 好 它這個長度呢 只要小女生也會覺得太短了 就很適合就是穿那種載褲 比如說扎在裡面 或者是穿小短裙 小短褲的那種感覺 接下來搭一個 就是我最愛的破壞褲 其實人家的心 真的非常生活化 拉一邊也還蠻合理的感覺 大概十幾年前呢 其實是流行 就是有點這樣 要遮住不遮住 然後上面比較長的感覺 但是現在來說 那個比例跟整體感 就沒有這麼的好 可能要搭一個 讓你下半身拉長的配件 那整體感就會不一樣 這個T恤 你就是可以把它 捲起來 青春氣息 整個就會出來的感覺 T恤 它也不是合身 但是它就是可以 稍微幫你順身 或是修身的感覺 可以顯現出身材的呢 我還有另外一個 搭法 就是造一個洋裝在外面 如果你裡面不是這麼的合身 會很胖的話 你就可以打個腰帶的感覺 很浪漫的T恤 洋裝風 你看嗎 這樣穿去那個婚宴好像也很合理 就是休閒 但是也有正式感 所有包 竹編包來搭 那我新的包包還沒來 怎麼都等不到 可惡 總之就是大概搭一下 給你們看這個感覺 這種長度的褲子 然後搭這種當然就是要稍微把它捲起來啊 有些T恤的材質是很適合可以把它塞一邊 但這件T恤的材質 跟版型我覺得要把它這樣子當起來 感覺會是最好的 像這樣的穿搭呢 就是一種很簡單俐落 然後又會讓你顯現好像身材非常好的那種感覺 這個第一個件還蠻像的 這件不同的是它就是有一個比較鬆的口袋 我覺得比較鬆的口袋也是一個設計感 很舒服 然後很生活化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臨口就是大的 可以搭配的那種自由性感就更大 還蠻居駕 偷穿男友T的那種感覺 我起來吃個早餐 度個早餐 賴在床上的感覺 好像這種 就很有那個FU 沒有很適合單穿啦 這件旁邊有比較 高起來 斜起來 這件就是比較慵懶 有絕強的大哥 這個 長的牛仔褲的感覺 就是真的怎麼搭都好看 它也不會讓你就是比例變得很差 這個整體感還蠻適合搭個可愛的包包 或者是有個性 或是有一些比較特殊固然的包包 很可愛的東西在身上 就還蠻不錯的 然後後面它有一個破洞在這邊 就會覺得就是 這個不是這麼單調的那種穿搭感 搭配性算是比較高的 棒球貓又舒服 但其實我覺得就是更可以搭一些短裙的東西 那這件就是很慵懶的感覺 它其實本身就幫你修飾 所以要穿一個比較合身的 但是它又可以遮住 比如說小腹啊 或是屁股形狀不夠好看之類的 因為有一個比較合身的在裡面 它才會看起來是比較顯瘦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呢 其實搭白布鞋的零碎當然會非常好看 搭那個果凍鞋的感覺 這個其實也會很好看 有根的鞋子 那個整體感 喔 氣勢就來了 很簡單休閒的 慵懶氣質感 搭配膚色的襪子 膚色一點點襪 就感覺不同 如果不想出錯的話 那當然就是穿白布鞋囉 這個修型鞋當然就是最基本的 再來第五件 就是一般的T恤感覺 版型似乎有一點點縮下來的感覺 好 穿起來看感覺好 就是一般最普遍4-5T的那種感覺 有時候就是會需要像這樣的T恤 那拉一邊還是有點彈性啦 這個版型就是下面屬於比較合身的那種感覺 我塞一點在褲子裡面 大家就是看起來稍微有點個性的破褲 覺得還蠻不錯 搭上那個白布鞋 就是一個中性帥女孩的那種感覺 包包我覺得就真的隨便拿隨性搭的感覺 好 那這種呢就是搭一些比較有個性或是很浮誇的太陽眼鏡 就會非常好看 好 紫外線很大 台灣夏天非常非常需要這種附近啊 感覺好像不用特別化妝 就是擦個防曬有沒有 這樣出去也不會看到我本人 好 那這個T恤呢 其實因為它就是一個非常 普遍再去搭一些特別的配件 就會很好看 不需要有太多硬要大的一些東西在身上 有沒有 它旁邊的開口很大 這個搭配性我覺得就還蠻大的喔 單穿起來就是 這樣的感覺 很涼快 的袖子 有沒有 讓你腋下非常的自由自在 去運動的時候就是直接穿運動內衣在裡面 然後跟運動的褲子在裡面 然後就去運動 看到什麼其實都OK的感覺 有沒有 直接去運動就很適合 很隨性照在外面 穿個鞋子然後就出去運動 搭什麼包包都很OK 都是那種連身就是這種長度的褲子 下面稍微看到然後旁邊稍微看到 連身衣也還不錯 特別突彎的那個連身衣在裡面 搭起來那個整體感也還蠻不錯的 你要走一個名模風就是有沒有 穿上類似這樣子的鞋 還蠻適合那種大包包的感覺 但我是真的還蠻少大包包的 或者是你不是連身的 是這種長度的褲子 你都還蠻不錯的 裡面這件呢 它就是有點刺青感的那種設計 它就是屬於肉色 遠看有可能會像是沒有穿 然後就有蠻好刺青在這個地方的感覺 當然如果說你有肉色的東西在上面 就是也可以搭一些比較褐色的配件 它就不會肉的這麼明顯 穿這樣在國外真的也都還好 路上一般人家會穿的感覺 你覺得這刺青褲怎樣 你看不出來嗎 這那邊而已 這那邊啊 後面呢 你有沒有創意的 有點奇妙 有點奇妙齁 是在表達一個性風範的感覺 比較臉色 對 比較舒服 那如果裡面是這樣呢 剛剛別怪 透明的也怪 那不是透明 那是臭色 現在這樣比較像褲子啊 這是舌紋啊 反正感覺不同 刺青衣 刺青衣 刺青衣就好啦 不要啊 我有時候就不想要刺青衣的感覺啊 有時候就想要啊 嗯 好 你覺得這刺青洋裝這樣搭怎麼樣 你有看過有人這樣搭嗎 蛤 沒有 你不知道歐美你都這樣搭嗎 是嗎 因為你見識不廣啊 反正你覺得這樣怎樣 白色T恤應該算很好搭吧 我也會搭嗎 有 我看到你身上穿了一件髮色的 那我當內褲也是很時尚 對啊 那你肚子看起來很搭 所有人肚子也很搭 你覺得這樣子穿 然後走在你旁邊 你覺得怎樣 還可以啊 你覺得你長得不一樣的T恤嗎 其實差不多啊 沒有他也有袖跟領子比較大 對啊我剛剛覺得看起來差沒有很多啊 你男生會覺得T恤沒有特別的感覺 現在只有睡覺的感覺 呵呵 但你會穿這種鎖嗎 不會啊 我穿這個你看看起來比較胖 你的肚子就跟索爾一樣啦 對啦索爾都被大肚子還告訴我 不要求索爾只要求我 沒有啊我就沒有喜歡索爾啦 然後胡扎就很大啊 然後肚子又這麼大啦 好啦如果你真的是索爾我也是會愛啦 爽啊 袖子到這邊 然後可以直接穿出去的那種 寬鬆袖子到那邊感覺比較熱吧 但你現在這樣就比較亮了 所以可以直接穿出門的寬大的T恤 你會喜歡嗎 可以啊 結尾就是男生看不出T恤的不同 那女生 女生你覺得看得出來嗎 可以就是長短袖有五口袋 夏天要到了 白色T恤就是要買 好囉就是這樣囉 夏天趕快去買白色T恤 是 我現在正在有的 將來 你們就走開 那天趕快去買白色T恤